Hello 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中天气象战 我是吕宇轩 中台苏丽可以说是来者不善 在昨天晚间最新的观测已经显示 苏丽出现了台风眼 我们赶快来看到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看得非常清楚 已经非常明显看到一个台风眼已经成型了 而且威力持续增加当中 未来极有可能会变成强烈台风 或是变成西北台 而目前呢 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南园 所以它是向稳定的导引力量 持续的增强当中 而目前也是朝台湾前进 最快在礼拜四的时候 白天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 而在晚上会发布路上的台风警报 而在今天礼拜三 这是是不是直接铺台的关键呢 这关键就在于速度 我们会持续为您来做掌握 而不过呢 目前相局看到的是 因为呢 这太平洋的高压 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变 所以呢 预估路径是很有可能 是直播台观而来 我们立刻透过卫星云土 来掌握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可以看到这个目前台风的位置 距离台湾还有一点距离 在台风来之前呢 今天在台湾的上空 还是万里无云的好天气 今天呢 也是全台湾各地 都是相当晴朗炎热 在下午呢 也会下一些 不过呢 在礼拜四晚间 台风接近的时候 天气就会开始变化了 提醒大家 今天降雨的状况 有点不太一样 礼拜三 中南部地区 午后还是会有震雨 而且雨势是又快又急的 在今天温度方面 也赶快帮大家做掌握 在今天呢 其实全台湾各地呢 都相当炎热 在北部最高温看到了35度 另外往中部来走 中部呢 降雨距离相当高 是高达了6成哦 另外在南部地区呢 也可以看到今天温度也很高 另外呢 在东部地区 昨天呢 这花莲出现了 过量级 危险级的紫外线 提醒大家今天要做好防晒工作 另外在外岛的观众朋友们 也要特别留意 今天会有局部性的大雾出现哦 而且风浪也会比较增强 尤其呢 今天下午开始 北部 东南部 东部 以及东北部呢 会有长浪出现 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了 而我们现在呢 也透过了台风路径图 来看到目前苏立的 最新位置哦 可以看到苏立的位置在这儿 然后慢慢的呢 一步一步往台湾西北方向 来做前进 目前呢 现在中心位置呢 预估在上午8点钟 也就等一下 会来到距离 额额栏比大概是152 1520公里左右 距离还是在1000公里附近 在强度上呢 因为增加了这个24小时的水汽 所以呢 强度也开始增强 七级风的这个暴风半径 原本是80 150到现在已经变了200公里了 现在要特别请大家留意 它很有可能会达到这个中度台风的上限 变成强烈台风 在十级风的部分则是80公里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速度也蛮快的 每个小时是22公里 而方向是西北西行进 跟昨天的方向路径都是相当类似哦 而今天的关键点呢 就是出现在 会在日本南方海面的太平洋高压 是不是会减弱 要是它减弱的话呢 它的方向会比较偏北 一点点走往日本而去 要是增强或是持平 也就是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状况 直播台湾的几率是相当的高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气象局预估以外 在各国怎么来看苏力台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今天晚上呢 这苏力台风呢 会越来越接近台湾 距离会缩短1290公里 所以现在美国CNN在今天清晨呢 有做了一个最新的预测 我们来听听CNN主播最新的说法 好 我们可以看到CNN主播呢 强调在未来三天之内 包括了像是台湾上海 都要进入一个警戒区域哦 因为现在台风的强度持续的增强 而且结构相当的扎实 不过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台风最重点 帮大家整理出来 预估呢 在礼拜四最快晚间呢 会发布海陆上的台风警报 而在礼拜五的时候 暴风圈以及外围云气 会开始影响我们台湾的北部 以及东北部 在礼拜六的时候最接近台湾哦 特别提醒大家留意 而在礼拜天呢 分为两个部分 上半天呢 台风会影响到台湾 不过下半天会开始慢慢的远离 有任何台风的最新动态 请您持续锁定中天气象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